啥都不干 七首四张手细卡 先看看能不能刷两个南蛮 刷两个南蛮直接赢 怎么有人拖着读条 一难一万 一难一万理论上也很大概率可以赢 但是这个牌 但是这些人看上去 不是那么好 欺负啊 看看张松身份先 张松 是不是这个张松啊 他的读条就直接给脱霉了 不管这些了 这个 直接打裸奔呗 那我跟你讲啊 这个局就有可能就跟常理不一样了 就不是常规打法了 因为两难两万呢 是打不死人的 要四个男才能打死人 因为一个人有杀有闪 很正常 要么有杀要么有杀 对吧 所以说两难两万是打不死人的 只能说 这个大部分人能被打残 打死还差一点 我这不懂了 到底是谁在拖肚条啊 这怎么两个人一起拖的 真的 我知道你是忠诚 我也 他跑了 他跑了就跑了 我没刷手细卡 你们都看到了 这是天牌 天牌如此 能奈我何呀 那么我求求你们快点 好不好 甘宁大桥 总得拆一个 我觉得甘宁不像好人 就拆他吧 而且你这个要制衡 要撤肘制衡 你知道吗 就你这肯定是要制 正所谓纵横百合 自有制衡 知道 这个甘宁一点血都没掉 你怎么能容忍他 结果这帮人根本就不虚 你看到没有 两难两外 他们就没事人一样的 这个就很难打 巴尾甘尼可以中啊 这种中我要他何用啊 真的 这种中我要来何用啊 不要了呗 张松是中吗 我就认输呗 还能怎么样 棋手不给牌 对吧 你棋手给牌 我肯定不会这样打的 那就认 那就认怂 那就认输呗 也不一定输 其实 说不定还死个反 你死了一中一反 接下来嘛 就看命了 说实话 这甘宁当中有什么用啊 他又不知道 二号位有个大桥 对吧 你又不知道 二号位有个大桥 那可能是曹植 曹植内奸 张辽 张辽反 这样子 他们反的全有距离 我特别特别的疼 我现在比较 想祈祷什么呢 想祈祷张辽是中 张辽中 那还有得打 如果真的是甘宁中的话 没什么很大的希望 那希望就很大了 辽神啊 铁索 你能不能连一下 好吧 好吧 他断杀的 那不怪他 你 我想想这拍怎么打 铁锁连环杀 再铁锁连环杀 还是打过拆 再直接杀 我觉得铁锁连环比较好 铁锁连环杀 再铁锁连环杀 比较好 你要直接让我收 我也无所谓的 你直接让我收 我不会有意见的 好 很好 体讯飞幅 飘忽若神 嗯 一二三 不沉浸啊 不沉浸 总归是潮之内了 这牌总归是潮之内了 你让我相信张聊内 是怎么可能的 这不合理啊 诶 单偷有什么好偷呢 你自己摸吧 干净剁掉呀 你杀潮之有什么好杀的 好吧 真的是张聊内啊 我不知道 那我可能错怪曹之 不排除的 反正我接下来稳着打 吃个桃 然后借刀 不是 我跟你们说 蔡文基主攻真的很厉害 因为他翻盘能力太强 就翻盘能力强到什么地步 就是 实在是太强了 那我思考一下 那我真的不想乱 那什么 那如果真的是张聊内 那就张聊内吧 我送他内分则了 如果是潮之内 那人家也没办法 被我天护牌打成这个样子 对吧 如果是 如果是张聊内的话 那他都选张聊了 我也没辙呀 这南蛮其实我挺疼的 我跟你们说 蔡文基四大金刚之一 很多人不服 为什么 都不会用呀 你不要觉得说是方天翻盘 没有这个方天 我只是 我打两个过拆两个杀 也一样的 或者打两个铁锁两个杀 一样的 只不过正好是方天铁锁杀 对吧 那张聊你要不就 对不起了张聊 好吧 但我这样 我这样打 虽然冤枉了潮之 但是肯定是没错的 因为这样打最保险 如果张聊是内奸 你要笼络他的呀 对吧 我蹬一下 我蹬一下歪歪看一下 时间刚刚好 那还不如 我蹬一下